中国整个改变了防疫态度之后 钟南山变得非常重要 他频频出来 那么重新解释 这个Omicron的变种病毒 那么希望让大家能够放心 他今天呢 喊出来的是 Omicron的这个变种病毒呢 所引起的这个新冠致死率极低 因此已经可以称它为新冠感冒了 新冠感冒这个新的定义名词 当然大家的印象呢 就会把新冠病毒 当成季节性的流感 而国家卫健委是说 现阶段呢 应该对疫情重点 就摆在医疗救治了 以前用体育馆做隔离方舱 现在真用体育馆 来做检疫版的发热门诊 那么也催促药厂 尽快的提升产能 现在药厂呢 被定的目标值 是要提供四倍的发热缓解药 尽快出场 现在就是把说明都调好 这机器整体就可以看下来 新机器到厂房 测试后立刻启动 北京就家药厂被官方要求 得增加产能 确保供应 固体车间 由原来的八小时生产 调整到车间二十四小时进行生产 副方案分温胶囊 由原来的一天生产一匹 现在改成了一天生产四匹的一个生产量 产能提升四倍 药厂现在退销类药品 平均每天出货量在四四万盒左右 但药品的原材料也面临快用光问题 只能靠先前库存撑着 从右起着手催促身材 市面上抢药槽还在持续 大陆国家卫健委已经指示 现阶段面对疫情要把重点放在医疗救治 过去正用体育馆拿来搭建 隔离用方舱 现在变成简易版发热门证 有各医院调派人力接诊 患者一轮看下来到最后拿药 耗尘只要20分钟 比起医院人挤人确实有效率多 目前我们评估的接诊的能力 大约每天是在300人次左右 应对感染高峰 大陆中央计划明年三月底前 九成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要设发热门证 另外要求各地开始清查65岁以上长者 打过新冠疫苗没打过几军 掌握他们的健康讯息 上海请到9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率先示范打第四针 浙江湖州也在官方提出第二季次 加强针方案后 对符合条件对上开始施打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 本周三表示 如果中国大陆提出要求 美方准备协助中方抗议 但中国外交部已经拒绝 目前中国全人群疫苗全程接种率超过90% 这在全世界也属于比较高的水平 我们有举国体制的优势 一定能平稳度过疫情高峰 大陆有信心能挺过这波松绑后的感染高峰 演示这段时间 人民在应对疫情的混乱 大陆抗议专家钟南山更频繁公开发话 降低民众恐慌 大陆对疫情态度转变后 拼经济更加积极 不少地方持续组织企业出海招商 我们三年第一次到国外去招商引资 所以我们还是前期做了一些充分的准备 经理乡满满行销文案 湖南这团要到新加坡去接洽当地企业 而江苏长州这团高科技产业园区的企业 则要到日本去找智慧制造业洽谈合作 这个资料是特意为这次招商活动特意准备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整个长州高兴区的 一个日文的这个投资的一个指南 引导企业找回海外顾客 在浙江义乌国际生户也逐步回流州 现在因为隔离时间短一点 然后机票便宜 他们就可以接受很多人要过来的 除了外贸订单 大陆旅游胜地贵州 主攻观光复苏 推出东游活动 透过活动APP预约当地300多个A级景区 就能免门票费用参观 大陆朝向与病毒共存的新生活 预告将发布第十版防控指南 传出最快下周一 会有新放宽入境隔离措施发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